分析公司Adobe Analytics预计 美国购物者将把网购星期一的在线销售额推高至创纪录的120亿美元至124亿美元 今年的黑色星期五是11月24日 即感恩节之后的第一天 通常标志着圣诞采购季节的正式开始 而网购星期一是感恩节之后的第一个星期一11月27日 通常是美国最火爆的网购日 按照120亿美元至124亿美元的中间值计算 今年网购星期一的在线销售额同比将增长近8% 高于Adobe Analytics之前预期的6.1% 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之前对今年假日购物季可能低迷的担忧 Adobe Analytics稍早些时候还发布报告称 今年美国黑色星期五的在线销售额达到了创纪录的98亿美元 消费者对电子产品 智能手表电视和音响等设备的需求 推动当日在线销售额同比增长7.5% 美国弗蒙特州三名巴勒斯坦义男大生 11月25日在街头遭枪击 歹徒 狠开四枪后徒步逃逸 警方于26日下午在案发现场附近逮捕48岁嫌犯杰森伊顿 并被指控犯有三项二级谋杀未遂罪 他11月27日表示不认罪 目前在押 没有保释金 受害大学生回忆事发经过 三人途中交谈夹杂英语和阿拉伯语 且其中两人预袭时带住巴勒斯坦头巾 柏林顿警察局局长乔恩穆拉德当天指出 调查人员正在确定枪击案背后的动机 州检察官萨拉乔治周一说 虽然还没有证据支持仇恨犯罪的家众 但我想明确一点 毫无疑问 这是一起仇恨行为 警方说 其中两名学生周末时情况稳定 但第三名学生受的伤要严重得多 受害者家属和一些民权组织 一直在敦促调查人员 仔细审查这起枪击事件是否出于仇恨动机 因为自上个月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爆发以来 据报道美国反穆斯林和反阿拉伯偏见事件有所上升 马航MH370航班2014年3月8日由马来西亚及龙坡飞往北京的途中失联 航班上共有23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 其中中国乘客154名 2015年1月29日 马来西亚民航局宣布MH370已失事 并推定机上239人已遇难 11月27日 这起航空运输损害责任纠纷案 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乘客家属的代理律师介绍 这起案件的被告共有5个 分别是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又称老马航 马来西亚国际航空有限公司 又称新马航 美国波音公司 飞机发动机制造商英国罗罗公司 和德国安联保险集团 在诉讼请求上 40多名乘客的家属不尽相同 但主要集中在两点 一是要求通过案件审理查明 MH370航班失联事件的真相 二是赔偿问题 据了解 这次案件庭审最大的难点 还是在于事件真相的查明 据了解 乘客家属提起的民事赔偿金额 在1000万至8000万元人民币之间 因为各家的情况不同 所以数额也不同 赔偿费用中 很大一部分是精神损害府为金 高的有三四千万元 另据了解 除了此次在北京朝阳法院 提起诉讼的40多名乘客的家属外 其他110余名乘客的家属 均已和5名被告达成和解 签署了和解协议 领取的款项在250万到300万元人民币之间 4号码 20秒 6号码 3号码 2号码 4号码 4号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